萬一滿65歲以上的可以來打流感 志工拿著大聲工在里內走動廣播 請年長者來接種流感疫苗 因為社區社站準備了350劑 上午開打一小時 卻只有20人是大 因為有的不好啊 萬一怎麼辦 可能最近因為疫苗的爭議 造成他們的心理障礙 所以可能他們就 接受度沒有那麼高 對於最近疫苗接種 傳出的不良反應通報名種猶行 機關數統計截至27號為止 已經接種突破435萬劑 其中四大長排疫苗 發生不良反應案例數為80件 其中出現較嚴重症狀的人數較多 則是國光14人 以及賽諾菲9人 80件 那新增的4件 主要是一個叫 其他嚴重不良反應 突現了頸部不自主的抽搐 不過為何27號晚間 衛福部長陳時中 集開記者會說明 強調4個案例死因與疫苗無關 傳出蘇貞昌 有致電要求 陳時中也證實了 確實昨天下午在幫忙的時候 那蘇院長 所以他有跟我通過電話 來了解一下 這幾個情形 到底他確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也照著在記者會 跟大家說明的情況 跟院長也做這樣的說明 針對公費疫苗 已施打435.7萬劑 剩不到170萬劑 機關數也爭取加購可能性 我們不排除任何一個廠牌了 只要是安全的 然後第二個在時間上 現在目前都還沒有辦法 真的確定下來了 對於是否真的買到疫苗 程式中餘帶保留 不過專家認為 許多人把助力放在不良反應 誤以為死亡患者與疫苗有關 但平時自然死亡 最後有一定比率 呼籲流感疫苗 還是要趕快接種 展秀莊馮戰三聚台報導